从北京客宝贝团到《非诚勿扰》的女嘉宾 我们眼中的妮娜一直是一个活泼开朗自信的女孩 但是在她的笑容背后却有着一段令人心痛的成长经历和一个有故事的家 今天她和她的家人来到北京客宪贝团 让我们一起重新认识妮娜 走进这个经历过战火洗礼的幸福的中飞家庭 欢迎来自非洲的朋友 好 欢迎欢迎来 我们重点请 幸福的一大家子 谁当家 马上就能侧出来 你看 当家的马上举手 来 女主人说话 这是来自指甲比少的卡林中卡 是我先生 欢迎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妮娜 欢迎你妮娜 这是我们的老二 小朋友叫乐乐 乐乐 什么称呼 殷杰 我叫殷杰 殷杰 欢迎您的观看 接下来看一个短片 让我们走进他们幸福的小伙子 你先来看 1986年 妮娜的爸爸 一个非洲小伙 卡林通卡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求学 偶然间 遇到了美丽的中国姑娘 殷杰 经过多年交往 1992年 这对中飞恋人 共和婚姻的殿堂 婚后 殷杰跟随丈夫 返回了她的故乡 几内亚比少 不久后 妮娜出生了 但是生产过程 却是非常危险的 并且为这个中飞家庭 带来一段 非常痛苦的经历 妮娜 至今为止 说你的手臂 还是有一些后遗症 就抬到这 就几下 抬上去了 而且你看那个手 比明显比这个手小 就是当时 一个是她医疗条件 再一个就是我 没有什么这方面的知识 没有说什么检查什么 根本就不懂 实际在北京 应该做的必超 不懂 一点都不懂 结果难产 那我得上边 下边 这是很危险 很危险 如果在北京的话 建议抛股产 对抛股产 可以了 但是那个时候 就是当时 大夫也没什么经验 医疗条件 很年轻 但是孩子腿已经出来了 一只腿 然后一着急 就给它蹬出来了 这一蹬 我是大树雪 她的胳膊 这是损伤 接了三次 第一次第二次 第三次敲开 什么叫接了三次敲开了 是这样 第一次呢 接完以后啊 她的接骨头啊 是接到好像是这样的 一照那片子 不对 打断了 很心结 这当时还是很小的时候 几个月 几个月 一个月 我看不了啊 她抱着 关键什么呢 她敲断以后 她要整个把她身体绑啊 这样绑上 她怎么绑呢 只是把躯体来绑上 那边热 每天啊 要去把它掀开 关药 有时候 大夫说 你三天再来吧 她热呀 这一天全烂了 拿什么 拿那个 我不知道医用什么东西 给她一点一点的 清理 我根本看不了 大夫在里边清理 她抱进去 我在外边哭 接了三次 我没说这岁也受完了吧 还是不行 琳娜 那我不知道 你对小时候的这一段 还有记忆吗 没有 那长大了以后 做手术的时候知道了 做手术的时候 我没哭过一次 因为我都已经习惯了 就一点也不疼 实际上我觉得 她还是一种什么呀 想马上改变自己 这种状态 她第一次意识到 她的手跟别人不一样 实际上 幼儿园 幼儿园跳那个 哇哈哈 这个 有这个姿势 对对 她只能跟这左手上 又是上不去 当时小朋友都不懂事 哈哈笑的 对孩子们之间 同源无际的 对不对 哭得很伤心 妈妈我手 为什么上不去 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为什么这只手能上去 这是第一次 她回来跟我学的时候 我心里刺痛 当妈妈那种心 第二次是什么时候 是她有了乐乐 就趴在那个床上看弟弟 脸上不下 妈妈的真好看 看看她突然发现不对 妈妈她的手怎么不这样 她可能现在都不知道 当时我那时候就出去了 我年轻就一件流下来了 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解释 她从那时候开始意识到 这种遗憾 只落到了我身上 那时候她已经意识到这问题了 就开始有一种 就是自己要适应自己 后来有一次 我偷听他们俩对话 她说的 姐姐你那手 怎么那样啊 她的回答是这么回答的 她说这是上帝 让姐姐手变成这样的 姐姐这只手会变魔法 她说的 那你给我变一个玩具出来吧 我当时我赶紧进去了 我赶紧把这围给解开了 可是我发现她呢 心里开始有自卑 相当自卑 不出去 她现在体重啊 很正常 那个时候啊 不出门的 很胖那时候 她不接触 自卑 自卑特别厉害 我说这个怎么办呢 为什么我那么努力 是因为第一 我带 我带着人家的努力 带到我的国家 没有 没有好的条件 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还是感谢上帝 能够保护他们两个人 两个人都花给他 生命都花了 我也感觉 我也有自己 要对不起 她妈妈和她别人 没有那么好的观众 没有 爱人之间 家人之间 不存在对不起 你做得很好 把脚身送给这个 一直认为自己 对了于家庭 这种父亲的来源 妮娜 有一个伟大的母亲 和一个有担当的父亲 1998年 几内亚笔哨共和国 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内战 隆隆的炮声 打破了几内亚笔哨的命 平静的生活 在纷飞的炮火中 未知的前帮 又有什么样的命运 在等待着他们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当爹的 这家的男人 做了一个决定 对 是一个什么样的决定 98年 我是一个国会员 我家有问题 我绝对不会离开 我的话家 所以我让她做 把后悍起走 让英文姐姐 带着家人离开 你 觉得你有责任 去保护你的国家 但是也为了保护你的 太太跟孩子 决定让他们 因为他们 跟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就说过这句话叫 中小 或者感觉 所以我只能 你有关系 把他们弄到过外星 老花回答说 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 这几天霹雳 他应该想到了 那个万一了吧 对 我说我肯定我不走 我问你再一提 说我 我是国会员 我与我的国家 我是有责任的 我要共存亡 国家病了 我需要留在这 对 这是我的责任 我作为比少人 我的责任 我没办法 我说那我决定我走吧 我抱着孩子 我这个贺北京 就跟昨天的事情一样 在卧室 我抱着孩子 我说那我们走了 我不敢看他 我说我走 我就往外走 可是我觉得 应该让孩子 再亲个一下 我都会抱回去了 我说你再亲大了一下 你想到 我想到了 财命 很明显 对 最差的那个结果 对 因为那时候已经有枪声了 就是在你的房间外头 已经有枪声了 炮声都有 我让他抱着亲了 看一下 他那是第一次哭 我看见 第一次 掉眼泪 舍不得 我抱着就走了 在路上 有炮的声音 他 他一看打发都趴低下了 跑四十根笑 不懂事小孩 我抱着他 吓得真是 你看电影 觉得不可怕 真到身边奇境的时候 旁边炮声 枪声的时候 那真是 晒康的感觉 真是 后来到船上以后 我一看 很多人都跟着自己的太太走了 他没走 我就看着那船 看着底上的方向 我就流眼泪 就是他 这么一个男人 确实是个男人 因为苏老师 我怕他怕到船上 这发生什么事 我比较把握 那你把他从中国 借到了你的国家 这个是一个字 出什么事 对不起 我自己 对不起大家 在冰荒马乱中 在冰荒马乱中 离开爱人 离开非洲 回到了中国 在期许着 有朝一日 家人能够再次团聚中 开始了艰难的 单身妈妈的生活 生命是安全了 但是我遇到第一个问题 就是经济问题 回国后 她放下北大的高材生 和国会议员夫人的身段 去卖盒饭 我这么一大活人 我已经养成不了 孩子 不可能 妮娜也时常帮着妈妈 招了生意 饭 殷杰在辛苦和忙碌中 心中无时无刻 不惦记着 还在为国家安定 而战斗的战斗中的丈夫 但是当时的 减内亚笔绍 通讯中断 卡林通卡 生死未遇 但是我觉得那时候 能够支持我下去的 我就是有朝一日 能把她 完完整整的交给她 我倒了 在结婚邻居的眼中 一个女人 带着一个黑色皮肤的小孩 卖着盒饭 艰难生活 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一时间 谣言刺激 你知道吗 咱们这儿 有一小黑勺的妈 这是在国外 让她甩了 然后大着肚子 回到中国来了 现在挺惨的 在林里的另类眼神中 在对丈夫深深的思念中 殷杰扛了三年多 被硝烟分隔在地球两端的一家人 终于在欢笑的泪水中 再次相聚 我让这红汽车呀 转小区 北京客 精彩继续 第一次两个人互通音讯 是通过信件还是电话 有个电话一次 第一次 电话一次 国际长头 还有回音啊 喂 哎呦 我说你还活着呢 眼泪都下来了 这是你第一句话 对 太有样了 他非常幽默 你还等着我吗 这是老夫老妻之间的幽默 你没跟别的男人吗 没嫁人吧 我这又哭笑了 那天老卡回来了 才英杰姐 硬气了 对 红汽车 红汽车 两辆 哎呦 我可扬眉吐气了 不是 就直接去到你们小区了 两辆红汽车 我让这红汽车呀 转小区 转小区 转三圈 转 慢慢地开 我把窗户摇下来了 我倒在心 你真喊 他说你会上班 什么呀 没人呢 没人呀 我也不能喊 我就在这 哎呀 你看见我没有 新装啊 这你看 我账不回来了 我只记得那会儿 我看 就是在那个大厦 那个大的那个宾馆那边 然后就看到好几辆黑车 然后我爸 他黑车 我说你这黑色的车 黑色的车 然后那个 那个好多就穿黑衣服的人 特别帅 就跟你看 看黑衣人 对 特帅 man in black 对对对 特帅 然后还有戴黑墨镜的 就特帅 那个保镖什么的 然后那个什么 我妈妈还记得说 那个就是认识爸爸吗 然后 然后我妈妈说认识哪个 过去抱人 然后我抱死了人了 对 抱到隔壁了 一把给揽过来了 然后这手把我就揽过来了 谁也说不出话的当时 就是 就是用包 像像 我回来了 分隔地球两端的一家人 在欢笑和泪水中冲锋 这段经历了战火洗礼的感情 让人动容 而如此坚不可摧的爱情 又是如何练成的呢 我们都说 跨国婚姻 跨国恋不好谈 特别是80年代90年代 对 你们俩是相持在 一个朋友的聚会上 在哪里 在中国 其实我们两个都是北大 但是都不知道 在人家吃饭 正好人家爱不爱 我们两个挨着 是一见钟情吗 也没有 这个笑有问题啊 这个笑有问题啊 没感兴趣 但是老坎应该是一见钟情吧 他就说彼此的第一印象 不合理说 因为我们看过 就是殷杰姐年轻时候的照片 美女啊 那这是大美女 穿的什么衣服 她的衣服呢 她的比较 那点丝绸 丝绸衣服 丝绸的衣服 那时候北京很流行丝绸衣服 对吧 还有两个 小便 加了两个 那不就是小方吗 对不对 村里也是姑娘 然后呢 接下来人家就在我对面 他就给我交电话 太直接了 我也不好意思不给 就给他电话了 好家伙 一天后你给我电话 遭着我 居然给他110 你能丁屋住 是吗 我根本不理他 从第一次认识 到第一次接我的电话 大概有三个月之内 天哪 三个月之后 实在是我觉得 哎呦 这人的那么固执 老这么骚扰我 我也受不了 对啊 其实是不是要紧到他 其实是为了打电话 你别塞打了 已经三个月了 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吗 对 他说我约你出来吃个饭 我想你该跟他说说了 我跟他说说 我说是你一个人吗 他说不是不是 我还有另外的人呢 其实根本就没有 灯口一族出现 没有 我是找了一个同学 你想我找一个同学 我得万一要是说到 我不好意思说的话 或怎么样 我有个台阶下 明白 我就带着我们的同学 一起去了 学到了一招 到了以后 他这么没带人 就他一个人 我想幸好我带了一个同学 太聪明了 完了我坐那里 从开始往那坐 他就开始 你为什么不理我 人家同学就看着他 他说这人怎么当我不存在 你为什么不理我 我那么习惯你 开始了就 人家不管你在不在 跟没在一样 对对对 同学受不了了 我听不了了 我走了 我走了 直接就说的很真诚的话 我就是喜欢你 他就是 虽然我都知道他 故意地把他的同学 一起来的 虽然上帝已经给我们 那边的机会 那为什么我要等什么 不管他带谁 我要把我的话 跟他讲 都表达出来 不管 这个话 就留了三个月 一直要去个说 憋了三个月的话 一句说出来了 结果 最后 应杰姐 你当时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最后的借鉴就是 想跟他随便吧 交朋友了 不一定非男女朋友 可以见面了 可以接触了 所以我们 同工朋友现在相处着 好的 太端了 对 我们接触了 看天影 三观 不个公园 对对 女友 他真正打动我的 倒不是他这些 所谓的功夫 追女孩这些功夫 他特别善良 那有一个点 对 他非常善良 为什么呢 你看我记得 我们俩那时候 出租出去 他路上只要看见的 非洲的男孩女孩 他要停 你去哪上来 我以为他认识呢 让人家搭顺风队 不是顺风车 他在你人送过去 然后再去我们的目的地 我说你认识他 我不认识 但人家到中国来 不是自己的故乡 很不方便 我帮助他应该的 他很善良 我就觉得这个人 对别人都这么好 对我肯定更不错 所以慢慢的就打过 我接手他了就 我觉得真是啊 你看我妈第一次见他 穿上你这肩膀 长那么宽呀 妈说你太宽了 老人有句话讲什么 就是那个丈母娘 相呼呀 要看肩膀说 宽度和厚度 代表着塌不踏实 对啊 对不对 他第一句话就说 我是为殷杰长的 我这样才有力量地靠着我 我这么多年分风于雨 确实是 他做到了 这肩膀 这是港帮靠得住 对 而且这肩膀 还有其他一个功效 就是老卡特心疼这媳妇 走哪去啊 生怕累着 只要上楼下楼 说都得背着 对 这事我特别不理解 姐姐 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上他那个楼梯的时候 选招名他那宿舍啊 嗯 然后上楼梯的时候 你你等你等你等我 背着你 我不用 我人家看你 那有什么 让他干吧 背着我 就在学校里 就那样 背着你上楼 上楼我特别不好意思 没有 八十年代 那个时候 大家都是 当时没有人说哭 这样 应该 讲讲当时那种正常的情景 那校园轰动了吧 都知道 你的语言啊 什么葡萄牙语 什么英语啊 我听不懂当时啊 因为是那个留学生宿舍嘛 就说他就嘎嘎嘎嘎笑 背着我 我说你让我下来吧 下来吧 你一下来 他背得更紧了 弄得更紧 来劲 来劲了就 哎呦 慢慢慢慢地 把我给融化了 真是 哎呦 太棒了 你是在一个男人 坚实的背膀上被融化 不是 妮娜的爸爸 终于用自己的深情和善良 打动了美丽的北京姑娘 1992年 两人喜结伦理 在北京 举办了简单 而庄重的婚礼 因为中非文化习俗上的差异 婚后的生活 总是会有各种小插曲 伴随着这个中非家庭 在非洲式的生活 也惊喜不断 不对 是不是出去约会 这肯定有情况 北京客 精彩继续 我到那以后啊 他们有一个很风俗习惯 你什么呀 就是 喷香水 他天天热呀 我刚从中国去 我想 不理解 你老喷香水啊 一天洗一澡 你洗一次澡 中午回来吃完饭 洗一次澡 喷喷喷 喷香水 他习惯就是一天换两身衣服的 到晚上再有晚会啊 那得三只衣服了 每天 喷喷喷 我说你这个 不对 有情况 出去约会 这肯定有情况 你为什么天天出去 有什么问题吗 你喷他们香干什么呀 我们都这样 哎呀 我觉得奇怪 回来我就 开始 到极致的时候啊 跟踪 开着车跟踪 开车跟踪 开我们家的车子 别战气看太多 然后呢 围车说 小跑 比少大街小巷啊 都让我昌平了 他说他去哪儿哪儿 我就跟着去 老远 他小声啊 嘎嘎嘎嘎 特有特点啊 老远我听见 哦 在这间呢 哦 我听我这进去了啊 不管什么 那脸面啊 首先我看 有没有女人 有没有他喜欢 那种那种型的啊 漂亮女人 差一句 他喜欢哪种型的 除了你以外 我不是那小色的人啊 我必须笑着你说话 以后播出之后 我们就说 大家都可以监督他 对不对 特别是漂亮型的 热情型的 温那儿的 人生的他不喜欢 热情奔放型的 漂亮型的 后来我到时候一看 哎呦呵 真是啊 全是老爷们儿 什么呀 有女的 而且哗哗哗哗 很能说 非洲女人非常热情 对对对 风格特别好 我当时给他几次难堪 进去以后 我进去 我说咱们该回家了吧 怎么天天往这跑啊 人家听不懂中国话呀 他就当时啊 我其实我挺感谢的 每次这种时候 他都没有抱怨我 就跟你回家了 安慰我 然后说你不要瞎想 不会的怎么样 都很宽容的 再会儿 我有一个场景 你冲进去 用一种极其冷漠 愤怒的方式来 斥责他 老卡身边 他的朋友听不懂中国 听不懂 他肯定会说 然后他的朋友会问 你太太说什么 他就夸我帅 他说你们也都长得很帅 他非常喜欢这里 中国的朋友是这样表达 是夸我帅 那我说夸他一下吗 可以的 你打个断断 我相信有个组织回来呀 你表演的夸张点 就是这么回事 他要跟人解释我在说什么 对呀 他就在这边 然后把我领回家 然后跟我那个 说你不要这样什么的 他说你也可以出去跟着 可是我到那 语言跟人不通 后来他就说 他说你干脆这样 我看你现在已经 陷入那什么了 咱们开个餐馆吧 开餐馆你精力能转移 而且你有自己的事情做 多爱你 很容易我把餐馆开起来了 开起来以后 又来问题了 生意特别好开始 特别好生意 而且我是中午十二点到 晚上半夜回家 他半天上班 我来经营吗 后来他一看 说他你太辛苦了 越到晚上越累 你太辛苦了 这么着 十点你回家 十点以后我来负责 我就回去了一个星期 这一个星期啊 基本上没什么收入 我说我在的时候 这餐馆怎么每天晚上 那么多人 那么多收入 有个桌子全满的 你还得手势 就喜欢这种感觉 一个手不行 生意特别好 他呢 接着精力以后 没有生意 要不今天就一桌 我说怎么回事啊 有一天我突然变聪明了 我到家以后 你又差点分战地呢 我打车到家以后 不行不行 我差一分马枪了 又回去 我要回去 我就打着车 我到那餐馆了 我说停轻停轻 别离近了啊 我要慢慢地在那观察 我下车以后 我一下呼 灯火通明啊 欢声笑语 我在餐馆 生意太好 静静的 我愤怒我当时 我这是怎么回事 第一反应就是 他想偷出包钱 多包一桌 实际上十几桌 那钱 我愤怒了啊 进去了我叫 怎么回事 我说老他 其实生意不错啊 他就 你怎么 没睡觉 没睡觉 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我就往吧台那走 我听那边 哎 卡琳洞 脚那边 围差不对 没有一个女 没有一个女客人 而且都是熟悉的面孔 全是他朋友 后来我知道了 他每天晚上下班之前打电话 今天晚上到我那儿 十点钟以后啊 餐馆啊 一定要十点钟以后啊 到这儿白吃白喝 他喜欢交往 喜欢朋友 我立马就怒了 没法过这日子了 打跟他 哎呦 闹得厉害那阵 然后呢 他怎么解释 他得有一说法啊 广告 广告 让他们去做广告 让他们吃个事 干他们 让他们不解释 这样就非常好的 偶尔吃 天天做广告 对对对对 咱也没见我多少吃 也就一个礼拜 我就觉悟了 我就觉悟了 回来了 再发这 我再回了机会了 他生气这个人他打我 他白天为了说对不起 白天好多人在法官里面 白天为了他不同意 他生气 我滚了 他不懂这贵 中国什么意思 懂我的贵 对对对 他说对不起也贵 这个在打打闹闹中 相依相伴的中非家庭 让我们看到 真正的爱 经得起战火的考验 也经得起生活的琐碎 现在 一家人幸福地生活在北京 每年过春节的时候 也最能勾起 漂泊在异乡的人们的思乡情景 热情浩祸的卡文通常 每年这个时候 都会和妻子一起出去采购 做一大桌子饭菜 邀请朋友们 一起来到自己家中 共度中国的春节 其实我们家 一到周末呀什么的 刘维成来的特别多 然后过今年的时候 我们一般的都是 我们家就成句点了 在这个夏日 无论你是来自中国 还是来自非洲 在这里都会成为朋友 浓浓的饭碗香气 混合着节日味道 让整个家庭充满了 幸福的味道 好 大家庆福 快乐 健康 身体健康 现在的爸爸 在中国媳妇的影响下 也越来越多地 具备了中国丈夫的品质 而中国的朋友美食 也成为她的治安 为此 我们也给她准备了一种 特别的美食 欢迎收看本期北京课 我是北京 大家好 我是王子子 有态度的国际朋友圈 欢迎今天做客的国际朋友圈 欢迎各位 咱们昨儿聊的并不是很尽兴 因为我们请到了 我们国际朋友圈的一位老朋友 也是我们的一位家人的妈妈 再次光临 把小声送给我们 一妈妈一家 谢谢 欢迎大姐 欢迎明娜 还有弟弟乐乐 乐乐长大了 欢迎欢迎欢迎 老规矩 一句话说出我们 本期北京课的态度 混血难懂 我感觉怎么 这叫混血难懂 那头疼 混血头疼 殷老师今天是来诉苦的 是不是 那借着妈妈这句话 每个人对自己有一个点评 就博士妈妈说 混血难懂 我是一个特别会照顾弟弟的 一个安静的姐姐 有时候活泼可爱 有时候也很贤惠 我看妈妈全部都在各种内心戏 以及表情戏给你否定了 好 你别饿了 我是一个可爱善良的人 可爱善良的人 妈妈又否定了 没有没有 这是确实是 这是实话 对对对 你看姐姐一直在摇头 我感觉他们三个人 就是互相拆台 1986年 非洲小伙卡林通卡 来到中国求学 偶然间结识了在北大读书的 中国姑娘殷杰 在老卡的不断追求下 1992年 这对中非恋人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 殷杰跟随丈夫远赴非洲 回到老卡的家乡 几内亚比少 不久后 妮娜出生了 但是当妮娜两岁多的时候 几内亚比少发生了战乱 于是殷杰带着妮娜 回到了中国 几内亚比少的内战结束后 老卡也被派到中国 认住中国的公使 一家三口在中国再次团聚 几年后 乐乐的出生 给这个中非家庭 带来了更多的欢乐 同时 跨国家庭中的子女教育问题 也让殷杰肺感头疼 看完这一家子的介绍 进入我们本期北京课的国际朋友圈 第一条评论 我家里面 我爸爸是厉害 如果你做什么坏事情的话 谁是比较凶 你妈还是你爸 一定要实话实说 好不好 不用照顾妈妈 姐姐说 表面上是我 我爸比较厉害 但其实 往里面看 其实就是我妈 就下招了是妈妈 对 是这样的 妈妈是一级领导 妈妈下达给爸爸的命令 爸爸只是个执行 回来 对 妈妈是一个隐藏的boss 你知道吗 得通关 来 乐乐 乐乐 我爸爸比较厉害 爸爸稍微严厉了一些 你不会怕妈妈是吗 不会 妈妈对你很好 有时候也会骂我 打过一次是吧 打她这一次记忆犹新 怕记忆犹新 我就打过这么一次 米娜是我没打过她 乐乐打过一次 是因为她 我记得是三岁的时候 五岁 五岁吗 反正她也很小 现在脑海中 她比较一六 别的过大孩子 比她还小 她是最大的 因为都有阿姨跟着 阿姨说 我上去吃口饭 乐乐你好好待着 我吃口饭就下来 回来一看没了 赶紧给我打电话 说乐乐找不着了 我正上这班呢 问了几个门保安 说看你小孩 带着一溜 出去了 去那马桥了 往那边走了 一听累我们赶紧的 我赶紧回来找去 刚做半截 他们就回来了 一个个衣服也刮了 鞋也丢了 乐乐那脚 那血肉模糊 这都不是走的路 它下河了 旁边有水草什么的 鞋都没了 后来我记得皮炎 两天念着 腿上全是水草什么的 脏的 我一想这太危险了 因为还有别的 我家的孩子呢 你这不是小事都是 我就想怎么弄的事 我说大力做的 我跟他拔 这两天以后就揍他了 没有第二天走的 第二天走的 到一天没事 你找不着 然后他刚一回来 然后你就要揍他 你下来 我现在往他休息里休 我去的事 没有 那我不进去 你们俩刚才的画面 好凶狠 你知道吗 然后姐姐在这说 当天 当天的揍 不是 不是第二天 真的 知道吗 没有 我第二天揍 那就是揍两次 就是俩人 然后这表情 真的就是亲儿子 亲历的 你看乐乐 那个脉萌的 好可爱 好可爱 他们是第二天揍的 然后呢 然后我就跟他爸爸说 因为他爸爸肯定要护着 我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讲究那么严重 你一定要支持我 先给爸爸洗脑 那好吧 那你就揍吧 是吧 没办法 我到他过来 我告诉你 就因为这件事 你怎么不对 我现在揍你 打 他就往他爸爸身边跑 他爸爸行了行了 两下就可以了 记住没有 记住了 就打过这么一次 再也没出去过 痛吗 那天打你 疼 还记得 之后再也不会 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不会了 还是有效果的 对吗 还是有效果的 就那一次 来我们继续 我想知道 就是平时在家里面 他们说到的教育 是更像是中国的教育 还是非洲的教育呢 你这个问题 最让我头疼的问题 怎么讲 没法闹 这是孩子 中国的非洲的 都行不通 是吗 没法闹 这太难教育了 这个 老爷捣乱的跟你 他爸我给你捣乱 我是传统的中国教育 他是高中的时候 他都要去夜店 我今天特别清楚 这不能说 可以说 不说实话吗 可以说 对 这隐私 哎呀哎呀哎呀 结果呢 我呢 当时呢 我就觉得绝对不认识 对 太小了 那是成年人 我经常都夜店 都是一个成年人 大伙娱乐场所 你十几岁孩子 肯定不上去 我不管你会去 除非我 你带着我去 我旁边坐着 看着 那他现在不用去 那你去吧 真的 你应该是去的吗 我不可能 我也第一个没的时间 再一个 我没有什么意义 看着他 我不是这么教育 他爸说 为什么呀 为什么不上去 他已经穿好衣服了 扭就扭那样 从他爸面前过去 一摔头 几只衣服 就还化妆了吗 化了 你为什么不让你去 我说干嘛要去 干嘛去 夜店干什么去 他玩啊 他长大了 玩啊 他多大 就说你长大了 已经满18岁了 满18岁了 但是他都没了 满18岁 我觉得还是合理的 是合理的 还是合理的 你看我们 对 但就是中国人 就觉得 夜店里的都不是什么好女的 别这么说 别别别 你都在一大片 可不那么说 老婆说你比较幼稚 还是没有破坏 你还不成熟 你没法去 比如说你很成熟 妈妈还是不担心 还是担心 对 我担心比较多 明白 所以我说你还是成熟点再说 不是说岁数问题 明白 我就帮你 后来爸爸就说 去吧 说人家长大了 他应该享受了 该玩了 但是事实证明 但是事实证明 还是不错的 没错 自己把握的比较好 挺好 自我管理的能力 对 所以这种教育 我觉得可能是 有一点道理 明白 我特好奇 你们家里谁比较受宠 因为我 因为我有弟弟 他11岁 然后我跟他差别是13岁 然后他跟我爸是一伙的 然后我爸家里都是那种 掌握所有权 所以我就听我弟弟的 你觉得在家听弟弟的 你要听个11岁孩子的话 因为我知道他比较小 然后我从13岁就看着他长大的 然后感觉他跟儿子似的 我在家是听我妹子 跟儿子似的 他从小就是从一出窗 我一直带着他 明白 那种就是 在你们家谁比较受宠 不是 这也别讲话了 不是 绝对是 大妈的先别说 来 绝对是他 怎么说 比如说我那个早饭没得吃 因为我现在不是不吃肉吗 然后唯一素的东西 然后我妈就给他吃 我不记得了这事都 他抢我披萨吃 然后就 抢你披萨 我让是我的披萨 我留到第二天吃 然后你就 然后我没早饭吃 想起来了 那本来是弟弟的 人家留第二天吃 我妈在这 没东西吃的 那也不行 那肯定是弟弟的 实际上我也觉得 在家受宠的是他 怎么讲 他完全是差好多的 不是臭臭 一星半点 我举一例子 就比如现在 我们因为 你别说这几天的事 不是那个 虽然家庭就是住的房子也比较大 你别说那个 不行 不行 我就说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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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胶 这一家人上节目太难了 好有意思 我突然 就好想听 先说出来 我们试能不能播 看能不能播 我那些 不知道让你们知道 我那些 这也不能说 你别说 这些的事 你别说那个 不行 不行 我就说 节目现场也次发生断场 因为他们要商量一下能不能说 这一次又是什么样的故事 会让妮娜如此紧张呢 他特可笑的一件事 就是 妈要踹死我了 不对 别播这个 这绝对不对 北京课 精彩 稍后继续 我知道 其实没事 他就是说 家里住的 妈妈 他希望跟弟弟 分开了一屋子睡 但是我们家人比较多 一人一屋子 那不可能 一人一屋子 这很正常 对 我跟我弟弟一块展望 是吧 对 但是他就觉得 弟弟跟他 他应该分开睡了 这种情况 作为我来说呢 你听到你要说什么 我是特别理解妮的 他们俩微信吗 通微信 他们俩穿着通微信 我 我们都是有弟弟的人 但是 我就特别 很理解妮的为什么 一般 其实家长都会觉得 你是闺女 而且我们家 我哥跟我弟就为女的 他们都会说 你是闺女 你受宠 但其实 当姐姐的老会觉得 弟弟受宠 因为有点都要让着他 怎么着 所以我特理解他 但是其实 俩孩子是一样的 你看 我感觉完全不要 我反而想跟我弟弟多待一会儿 我反而喜欢跟他睡一个后 然后我们俩互相就说一些故事什么的 挺好玩的 我就觉得他已经长大了 就应该分开睡了 关键他晚上老聊天 跟Tina聊 跟他们同学聊 然后也不睡觉 乐乐有时候 他觉得影响他 姐 我要睡觉了 影响他 所以他也想跟他轰出去 你知道吧 自己独自立一个世界 结果这怎么助理的事呢 说我们家客厅不是大吗 说让乐乐去吹客厅吧 头一天呢 乐乐不去 他就老乐乐说半天不知道出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给钱 你知道吗 去一次给你看 乐乐说那五块钱也不少 行乐乐就同意了 我不知道啊 我要姐姐这问题 我怎么你乐乐不去怎么办呢 我想按一个月给吧 一月给三百 我还给月薪现在是 我们俩都没说好 我们真是就是 一点没块 她也是 我刚才是想一天晚上给他十块的 因为我特想让他出去 然后我妈过来说 我一个月给你三百行吗 我们俩都没上了 那合着也是一百十块 马上答应了 现在挣钱了 一月三百块钱 乐乐你那些钱都攒起来了吗 还没到永远来 还没发给我呢 还没发给你 那啥呀 妈咱怎么说话 没到月底呢是吧 没到月薪 我妈妈是岳父 我是按天赋 我还给她多付五块钱每天 那这样的话 她是挣双份 两份 有时候两份 对对我还是宠着妮娜 为什么我还是 其实我觉得 对应该让乐乐跟她一起睡 因为你是姐姐 你不是说的兄妹俩 你姐弟俩 你还能照顾 但是这么一想我 她说什么 我这边都答应 明白 尽管条件 就说的不是太让我那什么 行了你先提出来 我就帮着你完成吧 最受宠的还是她 好 还是我 就是爸爸跟妈妈 你们跟着听起来的呀 我妈的肯定是 因为我爸 我根本就听不懂她说什么 因为你爸也是听着 因为我爸的中文特别差 然后他自己说说 有时候他自己都弄晕 他都不知道自己说 对 有时候我跟我爸说话 需要一个翻译 就是我妈 都是说中文 我能懂她说什么 对 我能懂 就是完全意会的 对 但爸爸不会讲英文 我爸会 我爸会讲英文 但是他会 人家会说 着急说中文 一着急就说懵了 对 尤其他讲道理的时候 他急 他更讲得清楚 我先住嘴 住嘴 我来吧 我来吧 我说 我顺便意思 对 对 一般就是这样 妈会能听懂 我能听懂 他一张嘴 我知道说什么 弟弟来 乐乐 我也听我妈的 因为我跟我妈比较亲 爸爸其实 你可别让你爸看见这话 很羡慕你们 姐姐和弟弟 跟妈妈 这么好的关系吗 挺羡慕的 而且还忌妒 忌妒 有抱怨过吗 就没事 就老进我们这屋 你们是一伙的 只要我们一说 聊天 过来了 你们是一伙的 对 那时候我们老开会 什么的 老开 老大小会 他很高兴 非常高兴 你们也开小会 什么 一起怎么弄他 有的时候 家里是这样 比如你跟妈妈 跟两个孩子 在聊天 然后爸爸一进来 就立刻停止 这个谈话了 经常是 然后你越停止 我越好奇 说你们刚才在 谈论我妈 对 他有一些观点 可能跟咱们 也不太一样 所以有时候 你跟他 他说完一个命令以后 比如说 我们想怎么来 让他 就缓和一下 别这么做 我记得他挺 就是很极端的一个做法 就是他上高中的时候 那时候班里的 要签名 有一个孩子好像 就是学校开除他 不太好 他们班同学的 就说我把这孩子留下 咱们集体给学校 也来不及 很有感情 签名 他当时 都是强迫性的 就说都要签名 他就说到他这头我不签 因为这个孩子确实不好 我不喜欢他 他对我不也不好 对他也有一种 伤害什么的 他就没跟我说的事 他没签 没签以后 就开始报复他 全班同学报复他 完了我跟他在网上 就对话 怎么跟人对话 还是比较耐心的 跟对方讲 怎么回事 他爸爸不 他爸爸知道以后 我们都不知道 开了一号车 开了大使馆车 到学校去了 他举着那个旗子 插上小旗在车上 那车上不有国旗吗 大家去 去了以后 人家校长吓一跳 说什么级别 什么人啊这是 来了以后 你们这个怎么不对 他说的都是对的 确实是对的 但这种做法 他就直接去跟人 他选择最快捷的方式 对 为什么我女儿 不签这个字 就造成这种情况 这是你们学校的责任 你们应该处理这事 完了我们有时候 就议论他这些做法 说你不应该这样 因为在中国 不能这么解决问题 稍微得软一点 对对对 不然你跟校长 讲究方式方式 你约个时间跟校长 咱们电话聊聊 或怎么样 你这么直接过去 也给人家校方一种压力 净做这些事 这不在 今儿不在 我觉得牺牲的不是您撒 是完全把家人老爷子 给牺牲了 谁不在就给谁挖坑 都是这种 都是这种 好像每一家都是这样 谁不在弄谁 不是 净做干极端的事 乐乐学校开校长会 我特忙 我就没去 没去 谁想到他去了 我真没想到他去了 平时都是您去 对 就那一次他去 我真没想到他去了 又捅楼子了 好 人家 他说妈 你千万别让我爸 开家人回去了 我说怎么了 说他坐那 一般四十来个人 他乐乐客高 做最后一个 他也做最后一个 他听不懂老师说什么呢 老师不懂 他是唯一一个外观 本来就特别受 他就翻胃斗 翻那胃斗 到中在输 咯咯咯咯咯想 老师要受不了了 说那个乐乐爸爸 你别出事好吗 好 好 我忍着开完会了 好了 大伙怎么着 各位家长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您就走了就完了 反正应付完这事了 我要说 我要发言 老师下一条 您要说什么呀 我站前面说 我要站前面说 对学校 优点是什么 我喜欢你们学校 我这孩子在这 非常健康 非常快乐成长的 一条一条一条 你别想人 你多少家长呢 待会儿多少时间呀 他不想这个 他觉得我有话要说 你不是让我说吗 我就要说 还有一些学校 实在忍 老师看着他的无奈 谁让你真说了 大挂住脸的 妈你千万不要 我爸开家长会去了 就是优点12345 还给提出 建议 建议 就这么一次 建议 还爱着批评了 翻味斗 爱批评了还 我说你 你也别去了以后 我说 为什么我不去 你说为什么 我不能参加孩子家长会 我要说话呀 他让我说 我要说 就一样是实在大了 所以我们仨议论 老议论这些事 你说怎么弄啊 这事 下次怎么弄 别告诉他 乐乐别告诉家长会 妈妈一定要去 妈妈不去 让阿姨去都挺好的 你不要你爸去 就很真诚 我觉得现在乐乐的爸爸 应该在工作单位 一直在打喷嚏 你知道吗 来 就是因为中非文化 差异很大呀 那您家里是谁做主呢 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是 哎呀挑事啊 你还有说吗 肯定是妈妈呀 你还有问 你看这 他这半天都没看明白 这一家四口三口坐这 谁做主 肯定是你 反正我做主 也是比较婉转的 那种 不是那种 我说的 他是操控我爸的思维能力 然后我爸是行动能力 对 我觉得吧 这人要口才好的话 经常能够感化别人 换言之 也可以说 给别人洗脑了 就完全执行 他行不通 他那一套 你知道 在中国 他这不是那种社会环境 你那么直爽 让人接受不了 通过这娘仨相互的爆料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 充满欢乐的家庭 虽然老卡因为回国办事 没能来现场 但是通过这娘仨的描述 我们也看到了 这是一个有爱的跨国家庭 有矛盾 但是总能找到办法解决 有冲突 但是总会找到一个 解决冲突的平衡点 我就直接掐着我的 给他扔出去了 究竟是什么样的矛盾 让这姐俩大打出手呢 跨国家庭中 还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我弟长期住校 只要他一回家进我屋 我就轰到走 只要他拿我东西 我就命令他赶紧放下 就我们今天的这个状态来看 我看这个姐弟两个人 不是特别融合 你们俩会打架吧 你还在两个眼神 同时 说不说实话 妈妈这个时候说不说 我问一下 是动手的打还是吵 吵得很凶 动手 动手啊 你恰我恰你往死里 往弟弟 二无叫唤 弟弟能打得过姐姐吗 打不够啊 你俩差几岁啊 九岁 我跟你说 Lina我就想告诉你 你看你弟现在就跟你一样高了 你弟马上就要超过你 当有一天他超过你的时候 会把你吓得浑飞破坏的 你这鼓子马上就要到来了 你现在这个好一点 这样 这样开始做关系啊 你们俩一般在家会遇到一些什么情况 发生一些 因为什么吵 就是住在一块 然后我不是平时睡的晚吗 他就睡的 他我就我就起的晚 他起的早 然后他起来之后呢 就开始唱歌 他就开始唱歌 对 然后就开始吵我 我跟他说别唱了 然后他还唱 就跟我拎着干 然后我就 我就直接掐着脖子给他扔出去了 这个画面是人类就沟通的方式吗 我怎么感觉他像是养了一只兔子 那这样说来呢 一个乐乐的歌声音应该跟姐姐 因为我知道姐姐的歌唱得特棒 这一点我都怀疑他没继承 没那歌 你不见得 你别这么保险人家 能听死啊 基本还没开始呢 你别这样 你那时没遇到我妹妹 我妹唱六首歌 六首歌一样的调 你要是有这么个妹妹 你就得往嘴里揍 妮娜的声音真的非常的棒 但是我一直在想 是季诚的妈妈还是爸爸 别想让我唱歌 听出来了 听出来了 太聪明了 季诚的姥姥 我妈妈唱京戏唱得好 姥姥真姥姥 妮娜 妮娜再跟我唱你 还有文才 她的作文也好 她写过小说 在网上 十万不必量是吧 那会儿 科幻小说 我觉得这一点是遗传自民 为什么 因为您做菜的时候 就是琢磨 对 唱琢磨想象 也很科幻 都是想象能力 她这个遗传我们家人的 其实作为父母来讲 遇到这样的一个 灰雪家庭 女儿和儿子发生了争吵 你们家一般传统的处理方式应该是 不管 我开始管小的时候 因为她那会儿高 她那会儿小嘛 我管 我肯定愣 你哪别愣 你弟弟 那我不管了 掐吧 反正你有一个胜负吧 是吧 你现在这种情况 她说她有理 她说她有理 妈 喊我 我又在厨房忙 我不理 妈 我想没事 有时候她跟我爸爸那边吃着饭 喝着红酒 我在底下 掐我弟弟 我们俩看怎么看 管都不管 管都不管 你有没有发现 越是父母介入的时候 他们可能闹得越凶 所以是怎么回事 主要是父母一介入 就会定谁对谁错 然后一定了的话 那错的那人就记仇了 那下次打的就更本 这种效应方式很有意思 你们孩子上 就是自然的 反正他们也不会往死 对 姐弟之间还是需要磨合的 对 那你和你弟弟怎么样 我跟我弟弟是这样 我特别幸远 我弟长期住校 只要他一回家进我屋 我就轰了走 只要他拿我东西 我就命令他赶紧放下 要不然就是 就会开始打打 但是我们俩咋家 我妈真的管 我只要喊妈 但我妈特别好 我妈向着我 但是我爸就会向着我弟 然后我 你家多大 我弟比我想五岁 他能打得过你了 对吧 他能打 因为他像体校 他现在一掐我一个子 他也很爱掐我 一掐一个子 一掐一个子 有时候看着跟拔了罐似的 我们家邻居有两个 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然后我从小看他们的 受到的教育是这样的 如果其中的一个人 被另外一个人打了 然后去找妈妈 跟他说 我被他打了 然后哭着去找妈妈的话 妈妈会打两个 但是后来他们长大了 他们的关系特别好 因为他们每次都是一起哭的 然后其实只能找到 他们两个人只能在一起 就不会去找 再也不会去找妈妈 这个都可以借鉴 可以借鉴 宏甘苦共云 各位 来接着到了 今天我们本期的 真问本期课题 你呢 你会不会跟妈妈说一些 秘密的事情 比如说男女朋友 之类的 会 前几天刚说完 你能接受 现在女儿突然之间长大了吗 她比我想象的要开房多了 真的 我要反着说 你的房子怎么说 我是比较成本的 不再能交男朋友 因为二十多岁 确实我骨子里是这么想的 二十多岁该谈恋爱了 她爸爸这么说 说她不想了 二十多岁了 然后她应该 有男孩再去爱她 保护她了 但是我还是有点觉得 太单纯幼稚 她说的话 有时很单纯 她特可笑的一件事 就是妈呀 踹死我了 我都听见了 我不说了 她现在喜欢的类型的男孩 您是知道的 你喜欢什么类型 我真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你喜欢了 别恶 Mustle 怎么真是喜欢一样的 我给你给十个赛 我特别想知道 您是希望女儿 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 我真心希望的 找一个 一定要比她大多点 也太不成熟了 大十岁都无所谓 那您先生是怎么想的 我先生 反正我拿了枪 谁要嫁我女儿 娶我女儿 我得蹦个谁 你这个 我真相信这个 什么女儿是父亲的 小明儿 前世纪 我真相信这个妈妈 这也不能娶她 所以家里人 肯定是最疼妮娜了 最受宠就是她 平时看妮娜的朋友圈 特丰富 我想知道 她有没有把您屏蔽 挺好的问题 我看今天 他们不用一起回家了 还真是好 我没想到我这问题 您能看她回家吗 没有 对 你提醒我了 你是看不了的是吗 对 我还真没听这问题 你还以为她不解呢 她每天都好几十条 真的呀 我这可真不 你提醒我了 谢谢你 真的 谢谢你 但是即使真是 进她朋友圈了 我也还是 在原则上 默默的 默默的 对 不会太干涉她 我不相信 我觉得你做不到 还是不看吧 还是不看 省心 对对对 再回去再聊一下 为什么被屏蔽这个 就是作为跨国家庭 您是觉得这个 烦恼特别多啊 还是这个优越感特别大 我只能这么说 乐趣多一些 乐趣大于烦恼 但您之前说了 那个混血难搞 是啊 不好讲 是 但是呢 你要摸透的怎么回事 她耍亲眼的时候啊 你识破了 她穿小样 她小的时候 心眼更多 看她样 挺好玩 姐弟俩今儿都在 我想想问问姐姐 真正现在在你的意识和记忆当中 你觉得爸爸和妈妈 特别是妈妈 在你整个成长经历当中 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 你看你看 身体瓶 想说啥就说啥吧 老虎 老虎 怎么用老虎这个词来解释它 因为特别强势 然后特别凶 对 但是呢 关爱呢 一点一生 暴力的形式给我们关爱 静佳说 你平时你生活什么 不是我关爱吗 是 这不对啊 别播了一个 这绝对不对 但是话说回来 那是要说要去 到葡萄牙念书 妈妈好舍不得 今年八月份 头一两个月肯定要哭 他什么都不行 自立能力 他就从来都是我管的一切 我就狠着心了这次 我也在犹豫 然后我跟着他去不去 我跟着去的话 他教育问题 你指着他爸爸教育一下 我真不放心 他我跟着去 家里没法弄吧 我不跟着去 他一人碰了定多了 我觉得 人际的 生活的 各方面的 我现在开始教育 他换位思考 你自己 他自己 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有开始准备了吗 有 我觉得我还行吧 大学也不是走入社会 就是大学而已 那我们再次把掌声和经营 送给台上这一家的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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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时间老地点 北京客和您 不见 不散